我爸他是支持你的 那你呢 你自己都说不出口了吧 因为你自己也知道 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直到今天 你已经不相信我的清白 我们还有什么 继续努力下去的必要 我也想相信你啊 只是 只是证据很多 都在证明我不忠 我不怪你 毕竟眼见为实 既然你选择相信证据 那我真的没有理由 也没有力量 再继续努力下去了 你可不可以 不要在这个时候 选择放弃啊 这么多打击 你都熬过来了 你就不能 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吗 你到底懂不懂啊 妈和姨安 对我的任何质疑 批评 甚至辱骂我都能忍 那是因为你 我可以忍受所有压力 都是为了你 但是今天质疑我的人是你 我唯一不能忍受的 就是你不相信我 天心 从我决定跟你结婚开始 我就从来没有想过 你会离开我的身边 可是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让我的心情真的很乱 你跟袁平以前 是男女朋友的事情 让我感到很错愕 你没急选择隐瞒我 更让我无法接受 对 我承认这件事情是我的错 但是我隐瞒你 你是出于善意 我就是怕你对我产生误解 所以才不说的 那你还不是一样不信任我 就算再怎么 偏心 在你心中 我就是一个这么小气 没有办法接受你过去 恋情的那种人吗 谁都有过去 我也有 这我完全能够理解 但我不能接受的是 你竟然选择隐瞒我 让我措手不及地 去面对这些事情 你明白我的感受吗 贴心 你可不可以再给我点时间 让我整理一下 我自己的心情 就算我拜托你了 可以吗 真的 你答应我不走了 我好的方便想 你会这么留我 代表你还是在乎我 我会再给彼此一点时间 试试看 谢谢你 喂 白五世 你说什么 真的 这 好好好 晚上跟你联络 谢谢 谢谢 还有 打赏 我的天 或者是什么 是吧 那就是我承受 才能不知 是很高的 我们会不会 然后有什么 可以 你已经讲了 那我不会 姐 不好意思 一大早来打扰你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护案门铃啊 你是不是没带钥匙啊 我就是怕太早 打扰你跟姐夫 你们俩工作那么辛苦 出事了 好好好 进屋再说 来吧 好点没有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吧 你尽管去弄你的荷包蛋 水煮蛋 不用管我 我知道一时之间 很难让你相信 但你还是得相信我 我跟天心真的是清白的 你说这个周一祥 这个周一祥脑子有毛病啊 不想清楚就发火 哎呀 其实这也难怪 以祥还有那个郑云会生气 同样是一个男人 这如果发生在我的身上 谁敢勾引我老婆 我一定把她给灭了 你 当然 我是打个比方 我没有暗示你会偷人 我去 你这个年纪也没什么好偷的 你不说话能把你当死人哪 她都这么难过了 你还落井下十年 我说实话呀 你嘴 欣欣 我带你到郑云家去道歉吧 姐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我都这么大了 不能一直要你替我负责任啊 长姐如母 我是应该照顾你的 但是我总不能一直 依赖姐姐你啊 再说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 我考虑不周 才会闹出这么大的风波 我的婚姻危机 就应该自己解决 不能再拖你下水了 还有你拖啊 我早就在水里了 再说了 撒谎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我起的头 我也欠人正于一个解释 当初你也是为了我好 才决定隐瞒的 这也不能怪你呀 算了 算了 我都决定的事 没有人可以更改 大哥 今天上午不做生意了 拿好 好 走啊 又不做生意啊 起来吧 走啦 喝杯水吧 你怎么不去上班呀 担心你的情况 所以就在家陪陪你们 想不到 你还有这么细心体贴的一面呢 之前 你因为敢开会 连等我几分钟换衣服的时间 都不肯 现在居然为了我 请假在家陪我 我郑云何德何能 得到你如此的对待 以前我太重视工作 忽略了你吗 对不起 多好听的一句话呀 以前我要是听到这句话 你知道我要高兴多少天吗 要是没有昨天这些事情 我一定很开心 我觉得你终于重视我了 在乎我了 可这一切呢 都是通过这些丑陋的真相换来的 你现在让我觉得心寒透顶 何心透顶 妈 小云怎么了 小云 小云 身体哪里不舒服 我一到公司 就听说你生病请假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妈 宝贝儿 乖乖 别哭别哭 到底怎么了 妈 妈 怎么都骗我啊 谁骗你了 妈找她算账权 大和甜心 原来就是情侣 现在还好断四脸 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跟甜心的过去我不管 既然你跟小云结婚了 为什么还偷偷摸摸地跑去找甜心见面 来伤害小云的感情呢 妈 我跟甜心是普通朋友之间的来往 我跟她是清白的 能不能请你相信我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会为了保护对方 跑到人家老公那里去跟人家吵架闹事 我替甜心感到不平 甜心被周家欺负 该出头的是她姐姐姐夫甚至是郑云 为了不干的就是你这位前男友 那么现在瓜天理下就能定我的罪吗 谁定你的罪了 是你自己给自己下的套 你昨天身上的香水味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便聊聊天说说话 每次就会有香水味吗 昨天是特殊情况嘛 所以你们就搂搂抱抱轻轻吻我我了 露得一身香水味 我还不知道你那么会安慰人 你们好好听我说 领平 郑云在吗 因为你不休息 你这事想要谈住 我之前是谁 是谁啊 是我们 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是来跟郑云 把事情说清楚的 郑云 郑云 对不起 郑云 其实 其实原平跟甜心的事情 我早就知道了 原本呢 甜心是 要告诉你的 是我怕引起 不必要的误会 所以我就让他隐瞒下来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责任呢 也存在我 说得好听 当初你是怕我不投资 掏女郎吧 掏女郎的事情呢 一会儿再说 我今天是作为甜心的家长 来郑重其事地 跟你说声对不起的 你也知道 我跟甜心呢 从小就没有父母 从小就没有人管 所以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呢 我们俩做得不够周全 甜心会犯错 都是我这个姐姐教得不好 但是我请你相信 甜心她真的 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 事情的起因呢 只不过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当然 当然我们撒谎是不对的 所以 我们郑重其事地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好一个姐妹偷袭 好一个姐妹偷袭 难道我就不是你们的姐妹吗 小云 她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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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觉得平常我们处得比较好 就像是亲姐妹一样 把我们当成亲姐妹 你那么护着你妹妹 我真的好羡慕 不过经过昨天的事情以后 我不会再相信你们任何人了 众云 我知道现在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会再相信我的话了 但是我还是要重申一次 请你相信我跟袁平之间是清白的 我跟她以后不会再有任何接触 我跟她以后不会再有任何接触 请你放心 那我们的话说完了就告辞了 清清 走了 走 小玲 走 到了 妈 是不是不想回那个家了 那个家里每个人都讨厌我 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 星星 丈夫是你自己选的 婆家是你自己要的 无论你是要留下来 还是要离开 你都要自己去面对 逃避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明白 姐 谢谢你来帮我面对郑云 以后不管有多少困难 我都会勇敢面对 何况我也答应过乙香 会再给彼此一点时间 我不会失言的 星星你记着啊 不管你受了什么样的委屈 你都要告诉我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要对付你 姐保护你 姐保护不了 还有走大可 记住啊 嗯 记住啊 别担心 我会努力的 嗯 那你回去吧 我们走了 嗯 姐夫姐 慢走 嗯 有事打电话啊 嗯 我看这周杰仁没有一个好相处的 这天心是个死心眼 真有事他也不会说 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那你干吗不把他留下来 你刚刚还一个劲地叫他回去 你这不是傻吗 什么呀 你才傻呢 你看不出来这天心对周亦祥还有感情啊 我愣把天心给弄回家 过两天周亦祥一去求他 他心一软又回周家了 你说他在周家的日子以后 不更难过吗 哎呀 这个我当然明白了 希望他能早日脱离苦海 是 田妮 郑副总 大可别说了 咱们走 田妮 我想找你谈谈 嗯 你不是找我有事吗 你怎么不说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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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了想 田心最近在周家的处境 已经很混乱了 我不想增加她的负担 这次的事情 让郑云伤透了心 所以 无论如何 别让他们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我更不想让田心知道 我还有这么一个 童母异父的妹妹 你干什么呀 说什么 说什么 你 你这个意思是 没错 郑云是我们 童母异父的小妹妹 啊 那 那如果这样说起来 她 不是你妈 哦 我终于明白了 难怪以前提起 跟这个桃桃网合作 你都是拒绝拒绝再拒绝 还大发脾气 原来这里头是有原因的 你能不能不说话 还有什么事 快说 不说我就走人了 不是我怪你 你实在是应该看好田心 别让她再跟原萍来往了 看好田心 看看 看到没 看到没 终于把这些东西 把你这次来的真实目的 说清楚了 是吧 在你心里 你还是最疼 最关心 你这个跟情夫所生的 小女儿 是吧 不是这样的 你不用解释 我只是觉得 不过呢 我很高兴 很高兴你只心疼 你这个女儿 这样呢 以后你就 就不用来打扰我跟田心了 这样呢 我也不用担心 有一天露了馅儿 我跟田心如何解释 你的存在了 霓儿 你不要这样叫我 爸知道妈 爸知道妈 爸知道妈对不起你们 所以我 我一直想补偿 他不用你补偿 我也不用你补偿 我不想再跟你 有任何的瓜葛 请你不要再靠近我和欣欣了 如果你要是不听我的 别怪我闹得你鸡犬不宁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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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该怎么做 才是对的 宛若 我有事要找你谈谈 宛若 是郑云的事 是郑云的事 你又想干什么 这里不适合谈事情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 那上哪儿谈 先上车再说吧 太太 先生又和那个叫 郑婉若的女人见面了 那个女人刚刚上了她的车 来 我们坐这儿吧 你什么都不用说 我已经确定郑云 是我的亲生女儿 你真阴险 竟然偷偷地去做亲子鉴定 怪我啊 谁让你不跟我说实话 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我有权知道实情 知道了又怎么样 你别忘了 你有婚姻 还有自己的孩子 你难道能够跟郑云说 你就是她的父亲吗 为什么不行 当然不行 如果你这么做 就等于给郑云 带上了一顶私生女的帽子 你让她在你的孩子面前 怎么做人呢 周生 你不能太自私了 当年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背叛我 抛弃我 伤害我 这些我都认了 就当我上辈子欠你的 行了吧 你现在 不能因为自己的欲望 而不够别人的感受 我绝不允许你告诉郑云 你听见了没有 好啊 总算让我抓着了 竟然背着我乱搞 你别胡说 我跟她只是谈点正事 谈什么正事 你说呀 你说呀你 你去医院就是为了检查这个 郑云 郑婉若 也就是说 你们俩 背着我乱来 你别胡说八道 我跟婉若都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二十多年前 我懂了 你就是那个二十几年前 背地里供应我老公的狐狸精 你现在 居然还敢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你这个贱女人 我 我打了你 你干什么 你别添乱了好不好 你别添乱了 我明白了 当年尹香刚出生的时候 我老公 在外面有了一个女人 为了她 要和我离婚 我当时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 为了这个家 我死都不肯 后来 她的事业出了状况 需要我娘家的资助 这才肯乖乖地回头 这都多久以前的事 还替她干什么 现在倒好 看见周盛发达了是不是 现在你们母女想过来分财产了 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你别痴心妄想了 周家的每一分财产都是我和孩子的 你们母女休想分得一杯羹 周太太 请你听清楚了 我现在自己的事业做得也很不错 更不想占你老公的光 倒是她 想方设法地查我女儿的DNA 凭了老命地想证明她们的父女关系 明明是你教唆女儿接近我老公 信不信有你 我现在比你更不想让我女儿知道这件事情 你们最好也别说 省了我解释的麻烦 宛若 周盛 你给我听清楚了 自从你抛弃我的那天起 我就跟你划清了界限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我生下郑云 抚养她长大 那是因为她是我的骨肉 跟你没有一分一毫的关系 周太太 我也拜托你 请你管好自己的丈夫 别让她再来骚扰我和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从小到大 没有有过一天的父爱 现在也不需要 正于我 更是对她没兴趣 你给我站住 你这个破坏别人家庭 不要脸的狐狸精 你还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是不是 你简直不知羞耻 你 周太太 请你自重 事情闹大了 你不会比我好看多少 你这个贱女人 你敢打我 你会遭报应的 遭报应的 你完没完 你不怕救人哪 你都不怕了我还怕什么呀 我问你 你想怎么样 你是不是想把在外面生的那个野种 带回家来 我告诉你 这种事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你没看见 就算我想认回自己的骨肉 她也不肯让我认呢 是你想太多了 其实你不是要孩子 你是想和那个女人去重训前缘 只可惜人家不要你了 是你自己在这里还念念不忘 对对对 你说得都对 我很忙 没空陪你胡闹 那天 她不永远 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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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雨翔 我饭都做好了 你今天还要加班吗 我今天工作很多 肯定会晚点回去 我在公司随便吃点就好了 别等我吃饭了 要不我做一点东西 送去给你吃 别别别 不用了 公司外头真的有很多好吃的 饿不着我的 我赶紧工作去了 看看能不能早点回去 那你赶快吃饭 早点回来 好 拜拜 雨翔跟我虽然达成协议 说要重新面对生活 但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有道鸿沟 其实雨翔心里还是过不去的吧 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本老公 去吧 我听说要重新的 和我 你 就真的没有 我 你 你 咱们 你 一个人 你 也没有理由 也没有力量再继续努力下去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在这个时候选择放弃啊 这么多打击你都熬过来了 你就不能 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吗 你到底懂不懂啊 妈和延安对我的任何质疑批评 甚至辱骂我都能忍 那是因为你 我可以忍受所有压力都是为了你 看样子圆平并没有忘了你 而我心里也没有完全释怀这件事 我到底该怎么面对你才好 请进 你来做什么 我听说你加班来不及回家吃饭 所以就买了一些你爱吃的东西 来陪你吃 快来趁来吃 按不必了 我要回家了 你想你放松一点 我知道最近家里的事情 让你不愿意面对 但是你也不能这样一味地工作 累坏了怎么办呢 天心和圆平的事情 也许是注定的吧 我一直想帮着你隐瞒 但是没想到 居然让以安发现 我真的帮不上什么忙了 你不用急这件事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都像在落井下石 但是影响你相信我 我最初调查他们的原因 就是不想让你受到伤害 这句话从你口中说出来 还真讽刺 影响我知道我以前伤害你很深 但是我真的非常后悔 我恨死我自己了 所以我更要保护你 不能再让你受到伤害了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 我跟天心的事情 你不要插手 逸祥 我真的从来没有打算过 要管你和天心的事情 我只是看你太憔悴了 我真的很心疼你 逸祥 我帮你按摩 别这样 你太憔悴了 我帮你按一按摩 我是这个问题 现在公司的员工都下班了 没有人会看见我们的 记得以前你工作累的时候 也经常让我帮你按摩 你还说我的手又柔又软 按起来很舒服 会让你的疲倦都消失掉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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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翔 天心 天心 天心得到我 李翔 你别走 你听我说 你放手 没什么好说的 天心你冷静下来 你听我说好不好 我让你放手 听到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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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来了 不怕 你会把我捕捉成